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?武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,是伴随中华民族文明的产生而诞生的。武术是中华文化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传统文化对武术有深刻精妙的影响,中华武术博大精深,重视和谐,讲求内外合一,行神兼备,融合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,特别是儒、道、佛文化。 内练精气神,外练筋骨皮,是各家各派练功的准则。 这一特点反映了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,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备受中国古代哲学、医学、美学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,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。 话说东汉时期,明依华陀模仿熊、虎、猿、鹿、鸟、五种动物动作形态,创编的一套强身健体,延年益寿的健身运动,五禽系。 它仿动物之形与养生之意,是一种动静兼备、刚柔相继、内外兼修的健身气功,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。 千百年来,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,天下武功出少林,相传南朝梁武帝时期,天竹高僧达模未传真经,知身东来,一路扬经诵法,后来落继于少林寺。 达模祖师在蒋金授徒之余,奸习锻炼精骨之术,采禽寿性灵之特长,参透洗随易经之法,创立易泉,又名新易泉。 据说,达模内功深厚,在少林寺面壁缠坐九年,时必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 后世有诗人作永达模一诗感叹,达模昔来一字无,全凭心意练功夫。 从此,少林寺历出了不少武术高超的僧人,少林寺也就成为武林的泰山北斗。 后来,宋朝抗金名将岳飞,吸取各家精华,编为武技连拳,散手,疗手等拳法,称为行义拳,流传于世。 明清时期,武术流派林立,相传明末清初,山西人饥寂可创立了行义拳,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拳种。 这些都是古人流传下来的,行义拳究竟起源于何时,创于何人之手,众说纷纭,始终没有定论。 后来,武术界涌现了一代代行义拳武学大师,弹纸一挥间,就到了风云变幻的清朝末年,社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,武术界仿佛也在酝酿一场变革。 河北深县魏嘉林村人王湘斋,少时体弱多病,为求强身健体跟从郭云参学习行义拳,因其天资聪颖,刻苦用功,尽得郭老拳学之精髓。 王湘斋对拳学并不着眼于一技一得的局部学识,更无拳术派系门户之间,他认为中国传统拳术历史悠久,在不同时期,不同地区有成就的拳术家都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长。 于是,二十世纪初,王湘斋游遍祖国各地,在行义拳基础上,研究、吸收、融汇各家之场,摒弃了研习数百年的套路和固定招式,创立了义拳,成为我国传统武术的一次重大革命,引起了武术界的极大震动。 前程创立的大概是1920年后,正是武士文化。 跟中国的武术、武术文化的影响不本分。 所以他创成王林珍先生,就是中国的各家武术师所藏,融会贯徒、提高生化、创立的细节圈。 这个传统,用王林珍自己的画面,是一种全学,已经不是全数了。 这个全学应该说是疫情真正的目的。 内部所在,它的第一大特色不是术术,不是技术,是文化。 文化了国道文各家的金融所在, 用集中了各国民各派各传统的优势的成果和技术。 按当时的说法,文化了当时少林行议八华太子。 王湘齋用创新的理论和实践,先后培养了数批疫泉弟子。 其弟子在风格技艺上各有特色。 其中,他的德艺门生姚宗勋或王湘齋字名季湘,成为疫泉的第二代传人。 整个四十年代,异泉宗师王湘齋先生和以姚宗勋为首的一代弟子的共同努力下,将异泉推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。 当时他为了创造武术,以精准为武术,和这种名词以泉当时,命名为异泉。 他后来在四十年代前后,他已经这个传统被很多人接受而是承认,看了他优点。 当时北京一些名家说你的钱积五十二成。 然后在北京当时的石宝发表于大藤所的名字。 所以他一部屏幕中叫做名字,名字叫大藤所。 大藤所。 到了八十年前后,他的一个成人姚宇俊社长认为这个传统他是反復教义权也不成。 从心回来,任命名为异泉一之导致。 传承千年武术文化。 发扬华夏武术精华。 你又是否知道,历史悠久的义拳在今时今日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呢? 他到底有多厉害呢? 义拳的第三代传人,林兆伦。 他出生于武林精英蕙翠的北京。 他自幼习武,在研习少林,行义,八卦,太极诸拳之后, 经人介绍,又拜杨德茂,姚宗勋两位为师学义拳, 成为姚宗勋晚年的得义弟子之一。 闲话少说,一起看看林兆伦炉火纯青的义拳真功夫。 你看,灰浪,游龙,惊蛇,白鹤等招数,气势磅礴, 威风八面,神兆六合,犹如猛虎下山, 仿佛与宇宙万物呼应,令人叹为观止。 他与人对打时,只见他一出手,对手便飞出几米之外。 这样看来,义拳不但有姿势,而且还很实用呢。 林兆伦,多年来在自己刻苦探索求真的同时, 在大江南北培养了很多义拳传人, 并经常同香港,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中外武术界人士交流切磋, 为义拳的普及,推广,发展,做着不懈的努力。 那么对于中国人,对于中国传统文化,做出奉献, 这是值得的,也是应该的。 所以说,义拳是我一生最大的秘密,而是我的精神秘密。 弘扬义拳精髓,传播武术文化,振奋民族精神。 相信,义拳必将在中国武术走向世界,造福人类的过程中, 做出他应有的贡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